19疫情嚴峻除了醫護之外 鑰匙也是防疫的重要角色 今年鑰匙服務獎 從2500位名單中選出 傑出的鑰匙與機構 今年在這個鑰匙的時刻裡面 我們再度 每年頒發的 所有的鑰匙服務獎 得外生計異議 這些最重要獎項裡面 得到這個獎 都非常的不簡單 更不容易 其中台北慈激醫院王平宇藥師 三年內執行七十一場 用藥安全衛教活動 製作各種的相關教材 參與偏向醫療服務等 獲得特殊貢獻獎的肯定 就是能夠自己多做些什麼 然後能夠幫助病人 不只是醫院的病人 社區的一般民眾 也希望他們多多能夠 接受到我們這樣的資訊 累積他們自己的用藥知識 然後維護大家的用藥安全 掌聲歡迎吳絲滿藥師請上台 而在台北慈激醫院服務 將近十五年的小兒專科藥師吳絲滿 除了用專業替小兒用藥把關之外 更在病人與家屬感到不安時 給予安定的力量 這次共十二位藥師一家機構獲獎 他們不論是在社區藥局 或者是在醫療機構 都共同替患者的用藥安全而努力 大家喜歡黃線郭家旭台北報導 以上就是今天的答案